有缘人,你知道什么事情是最值得我们去做的,还永远不会吃亏的,这就是基因德,人做了善事,基因德的人脸上会留下痕迹,眼睛下面会有一重或二重或三重系如丝的细纹,此纹光泽优美,这就是阴质纹。 如果善人行善,广力众生,眼下就会出现此闻,这也说明做善事色身会改变,在身体留下痕迹,那做坏事呢,一样留下痕迹,可见很多事情都瞒不过人的,娑婆世界,众生刚强难逊,佛弟子真的身心因果吗? 这一点我们要反思,很多人说因果通三世,上辈子和下辈子谁也看不到,怎么办? 其实因果通三世,这辈子就可以看到了,比如说做了善事应德,脸上会留下阴质纹,这是不是看到了呢? 因果应该是当下可见的,那为什么做了坏事?果报却没有现前呢? 因为它现在还有福德在庇佑着,当福报消耗完了,恶报就现前了。 所以,佛法讲要忏悔,趁福报还在,恶报还没有现前,要赶紧忏悔,等到恶报现前就来不及了。 这也说明,要多念《地藏经》,人的相貌不是由父母决定的,而是由自己的业力决定的。 你去看,很多法师相貌都在改变,年轻时和年老时变化很大,下巴越来越有肉,目光越来越柔和,对众生的悲悯兴起来了。 目光就越柔和,法相就越庄严,所以修行的结果也是可见的。 做了善事,不要怕别人不知道,上天自然会在我们的色身上做标记,这个变化不是整容整出来的,不是靠营养补出来的,而是福德具足后自然成就的。 古人说,财润润润身,色身要靠什么来养?要靠德性,以德性来培养自身的福报。 圣人具足的庄严相,都是福德所感召所成就的,这也是可见的。 有一个人心还好,就是嘴巴不好,喜欢搬弄是非,说到底还是心不好,结果嘴巴就是歪的,很可惜他也知道这样不好。 但是叶力牵引实在可怕,就是改不过来,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,德性不好,色身就会不好,修行都是来针的。 当然,不要刻意去学算命项链等,等我们福德具足后,智慧自然开发,什么算命,下面这些书自然就懂了。 但算命项书等,不是让我们去评价别人,而是来点醒自己用的,不能说某人怎么怎么缺德,这样子不仅算命对你修行没有帮助。 反而让你造恶业,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,不戳不已,到了晚年,眉尾会生出三五条特长的眉毛,此眉名无彩眉,乃德高望重,养颜易受之征兆,幼儿内生毛,乃高寿之急兆。 有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,意识急躁,如果中老年人头发从头顶开始向前脱,从离往外脱乃凶兆。 德行欠缺之想,当止恶行善,转恶运为吉祥,应得福德厚重之人,可得五种福报,亦远离魔障。 物真篇中说,若非畸行修阴德,动有群魔作杖,圆道光月,魔杖在笔,修持在我。 阴德己红,灵丹可计。 如果人想修道,但缺少阴德,一修就会有群魔祖道,而有阴德深厚,就金丹有望,贵人相助。 唐太古妙因孙真人福寿论中说,人若奉因德而不欺者,圣人知知,贤人虎知,天乃爱知。 人以悦知,鬼神敬知,拘其父而不失其父,拘其贵而不失其贵。 祸不及也,受不折矣,宫节之换取矣,水火之灾除矣,必可饱生,玄其天受矣。 倘若你期望维持自身的富贵,亦或你希求日子能过得更顺遂些,那么就需要积聚因德。 如此方能获得贵人相助,得到上天相助,使子孙昌盛繁荣,远离恶道。 吕祖权书中提及,行善良知识者,必然会享受福报,积累因德者,子孙会繁荣昌盛,不增天天物,不像盗贼般淫血,不诋毁政教。 行善良知识者,如救死负伤,救助他人于患难,若不作善良知识,不积累因德,那么恶道便会无所不入。 因德身后子孙才能繁荣,而积聚因德的途径又不增天天物。 不像盗贼般淫血,不诋毁政教,救死负伤,救助他人于患难,若作人没有恻隐之心,则会损伤因德,这时恶道就会趋尽你。 四,降伏恶鬼。 神仙真指语路中说,因德降伏恶鬼,阳德降伏于人。 人有因德鬼邪就会惧怕,无能躲避祸患。 玄天上帝百字圣号中讲,你家因德契合天门,罪孽稍小也不会留下火端不重。 人有因德自然能够远离祸患,须尽福报。 那么积聚因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? 做好事且让他人知晓,称作杨德,不被他人知晓,则为因德。 杨德回报迅速,所做的好事,让他人知道了。 他人称赞你,赞赏你,给你颁发奖状锦期之类的。 云以表扬,报完了就没了,难以积聚。 做好事不让他人知道,称作因德。 因德之后的福报很大,积德时间久了,别怕德不稳固。 你的德在那里,永远属于你,他人偷不走,想不走,自我修持自我回报。 杨德并不长久,甚至随修随报。 因德则长久,且越积越大。 所以,我们做了好事,最好不要让他人知道,不让他人知道。 你的德行就会越积越厚,之后你的福报就会更大,甚至负责你的子孙。 如果让他人知道了,报完了就没了,做了坏事要让他人知道,不要隐瞒。 我们说这是忏悔,一忏悔可以消除罪过。 所以,做好事不要让他人知道,越少人知道越好。 做好事不让他人知道,称作因德。 让他人知道了,称作阳德。 阳德难以计聚,一旦让他人知道,就报完了。 只想着修福称作福德,福德感应人天福报。 福报有限,想用完了就没有了,福想完了就没福了,没福了,恶报就来了。 所以,福德是很有限的,不能超出生死轮回。 因为,因为执着没有破除,还有我执,离乡修福称作功德。 功德的福报无限,因为功德与道相符,与自信相合。 何其自信,本自具足。 何其自信,能生万法。 做了好事不助于做好事的相,不执着于这个好事,这就有功德。 功德可以超越三界生死轮回。 因为功德里面有智慧,没有我执,没有我执就超越六道轮回。 所以,福德有路,会露到三界里面来,功德无漏,可以超出三界。 福在大都是在三界里想,想完了就没了,最多只是短暂的人天福报。 想完了还要堕入恶道里面去轮回。 福德有漏,功德无漏,福德有限,功德无限,福德不离乡,不破我执。 不能超越三界轮回,功德离乡破我执,可以超越生死轮回。 功德里面有福德,福德里面有功德,福由善生。 做善事就有福德,做善事不执着就有功德。 功德里面有智慧,因此福德与功德表面上看并无区别。 旨在于用心不,同在于有没有执着的心,一个有智慧,一个没智慧。 所以我们要用智慧,把所做的福德转化成功德。 方法就是不执着,自在虽缘。 不少朋友会说这样一句话, 我已想行善,但我没有钱,有钱才能行善。 这是很多朋友存在的一个误区,但不行善永远难以有钱。 没有钱就不行善,这是恶性循环。 其实要行善积德,不需要等到有钱财才能行动。 你现在马上就可以行动,因为太多的行善方法不需要花钱。 举个超级简单的例子,比如你转发劝人行善的文章,就已经做了一件大善事了。 因为有可能你的朋友看到文章后,知道了行善的方法,开始行善,那你可就是功德无量了。 不用花钱或者花很少钱就能行善。 积累大功德的方法,供养各位有缘的朋友,在大家去看这些方法以前,有这么一点需要明晰。 我们行善并非仅仅是说只有做出了动作才算是行善。 其善心懵动,善意呈现也是在行善。 我们每个人都期望其福避祸,然而往往只是一味地向外去祈求,最终只会毫无所获。 古人讲命自由我造,福自由我求。 一个人的福气并非是上天既定的,而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而得来的。 时常行善,福气自然而然会越来越好。 修善就会得福,遭恶就会得祸。 一切福田都离不开方寸之间,这乃是根本。 形式若有不能达成的,都要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寻原因。 如此这般去做才是符合礼数,符合法规的。 所以我们若要想趋向吉祥避开凶险,就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地锤炼自己。 断除恶行,修习善举,积累功绩,累聚德行。 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,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。 在评论区留下多行善事。 下面这十二件事,尤其需要做到,最能够积累福德。 哪怕仅仅坚持做一件事,也会具有无量的功德。 其一,不踏入邪癖之境,不期望暗昧之势。 这是断恶,修善,开始用功的地方,也是真诚落实的地方。 凡是邪癖的思考,见解,言语,行为都要避免。 要做一个堂堂正正,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。 就算是独自处于暗处,也要保持正心诚意。 不可欺骗他人,欺骗自己,去做违背良心的事情。 然而积累功绩,累聚德行。 以慈悲之心对待万物。 存心就是德,落实就是功。 德若不积累,就不会深厚。 功若不累聚,就不会宏大。 不要因为善举微小,就不去做。 不要因为恶行微小,就去做。 慈悲心是人的本心,万善的根本。 以慈悲之心对待世间万物。 才是达到至善的境界。 其三,忠孝有替。 端正自己,感化他人。 诚心尽力,刻尽之手。 孝敬父母,尊重长辈。 这是天理的首要,人伦的根本。 兄弟之间情意如同手足同体,都是连着父母的骨肉。 胸有地公,家庭才能和睦。 父母才会欢喜。 自身端正,不用下令,别人也会遵行。 一个人若心正,严正,行正。 德行圆满,自然会得到大众的尊重与认可。 才能顺利地去帮助一切众生。 其四,紧箍续挂。 敬重老人,关怀幼童。 对于社会上一切孤苦贫困的人,都是需要给予帮助的。 我们要尽心尽力地去周集他们,关爱他们。 其五,昆虫草木由不可杀。 就算是昆虫一类的小动物,无情的草木,也不要随意去伤害。 也要去爱护他们,这是在涵养我们的慈悲之心。 培养慈悲心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,不可好高无远。 六,怜悯他人的凶险。 劝恶人之善。 对于遭遇不幸和灾祸的人,须怀有怜悯之心。 对于作恶的人,要劝其弃恶从善并驾以教诲。 善心不应分你我,看到他人所做的一切善事。 我们都要随喜赞叹,不可夹杂贪心与名利之心。 其一吉人之所及,救人于危难。 看到他人有急切之需,应当及时予以帮助。 遇到他人有危险艰难,要即刻给予救援。 这是雪中送炭的善举,如此积累阴德。 尚可滋润拜见祖先,下可福泽避孕儿孙。 将他人之德视为自己之德。 将他人之师如同自己之师。 看到别人好时,就如同自己好那般心生欢喜。 看到别人失忆时,就如同自己失忆一样。 心生同情,尽力给予安抚。 不借人短处,不炫耀急掌。 不可彰显别人的短处让人尴尬。 要尽量为其隐瞒,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。 要懂得牵下,抛光养晦,谨言慎行。 才能涵养自身的德行。 恶恶扬善,推多取少。 要尽自己所能,去阻止他人作恶。 以免更多人遭受伤害。 只要是善的行为, 我们都应该去赞扬去支持。 让其能够为善而不倦。 成为世人的好榜样。 在钱财上与人交往时, 不管是兄弟还是朋友, 我们都要把多的那份让给别人。 自己则拿取少的部分甘愿吃亏。 十一,受辱而不埋怨。 受宠则如受惊。 受到别人侮辱时, 不要有丝毫怨恨。 而应深刻反省自己, 是因为自己的德行浅薄, 才招致别人的不尊敬。 因此更要精进地断恶修缮, 积累公寄德行。 受到升迁奖赏等荣耀时, 不要得意忘形。 而因感到惊恐不安, 更加小心谨慎。 唯恐自己得薄工钱, 不能承受这份荣耀。 十二, 施恩不图报。 与人不后悔。 帮人就是帮自己。 这是在为自己修复, 要真心诚意地去做。 所以我们帮助了别人, 就不要期望别人报答, 赠送给别人的金钱或东西, 就不要后悔。 那样就表明, 我们的贪心吝啬之心还未驱除, 所修的福报也就削减了。 因果不会饶人, 一旦做了有损害应得之事, 必定难逃报应。 以下是改写后的内容, 这三种行为最为损应得, 且不可为之。 其一, 忤逆父母。 佛说善知己者莫大于孝, 恶之甚者莫为害亲。 世间最大的善变是孝养父母, 最大的恶变是陷害, 无逆父母。 父母乃是我们的第一福田, 倘若不善待父母, 那便是严重损应得的表现。 典籍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, 明朝正德年间, 有个叫周拔的才子, 自有聪慧, 饱读诗书, 吟诗作对, 无所不能。 当时邻里都称其为平阳才子, 周拔在众人的夸赞中长大, 逐渐养成了暴躁乖丽的性格, 别人做事稍不合他意便大发雷霆。 他的父母对他也是千一百顺, 生怕惹他不高兴而遭起拳脚相家。 那年周拔进京赶考, 父母省吃俭用, 好不容易才凑齐学费。 哪知周拔不但不感恩, 还处处埋怨, 觉得父母给他做的衣服不好, 伙食不佳, 甚至朝着父亲打骂, 你这个老东西, 如此窝囊有何资格做我的父亲? 父亲听了这话, 气得浑身颤抖, 晕倒在地。 当天晚上周拔就做了个噩梦, 梦中有人对他说, 你今生聪慧, 乃是前世所及福报, 今生你性格乖张忤逆父母, 犯下诸多恶行损耗因德, 你的报应便是堕入畜生道, 果然第二天他就不能说话了, 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如同驴叫, 后来就在驴子的叫声中移民呜呼, 父母双亲恩仲如山, 生儿育女历经艰辛, 父母恩德可招天帝, 他们是最应被尊敬之人, 佛典有缘, 若遇无逆父母者, 说天帝灾沙报,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, 无逆父母违背沦常, 必将招来天帝灾沙之果报, 故而我们切不可做无逆父母之事, 其二杀生害命, 佛经里讲, 杀生之罪雄劫受殃, 世间最大的仇怨莫过于杀生,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, 你伤害了别的生灵, 也会得到相应的果报, 一切众生皆是平等的, 人贪生未死, 害怕受伤害, 众生何尝不是如此呢? 达摩祖师东渡之事, 曾与一猎人打猎, 达摩祖师问, 你一天能猎到多少猎物? 猎人打运气好事, 能猎到好几只, 有时还能猎到怀孕的呢? 达摩祖师摇摇头说, 我只能射到一只, 射到这一只便能使万千动物安宁, 猎人问您能猎到什么呢? 达摩祖师说说的是你呀, 血肉淋漓, 痛苦不堪, 设身处地相想, 谁愿被刀割自身? 千百年来晚中更, 冤愁四海难以平, 与之事上刀兵节, 但听徒门夜半生, 孟子也说过, 见其生, 不忍见其死, 闻其生, 不忍施其肉, 是以君子远刨除野, 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, 不惜让其他生灵遭受巨大痛苦, 而从口中咽下的这些美味, 天下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吗? 佛家常言六道轮回, 今生你害他, 来世便会被他害, 杀生害命是极损应得的行为, 所以杀生务必戒除, 三妄亦遭孽, 常言道或从口出, 并从口入, 无量受惊, 总是将口业置于首要之位, 人的诸多烦恼, 大抵皆源于此嘴, 时而恶于伤人, 时而背后一人是非, 这些皆为妄语, 妄语的习性害人害己, 妄语会造就口业, 会损耗我们的应得, 常常说妄语之人, 往往一惹祸上身, 在明朝末年, 有一位性秦的书生, 才华横溢, 对诗词歌赋甚是精通, 然而其为人尖酸刻薄, 只要一发觉他人有缺点, 就写成诗词, 还嫁以流传宋都, 正因这般刑警, 他得罪了众多人, 他一生无儿无女, 晚景凄凉, 最终病死在自己屋内, 过了一个月才被人发觉, 秦书生将他人缺点大肆宣扬, 以此为恶, 于无形之中妄为造诣, 福德尽孝, 最终落得个凄惨结局, 法聚精, 有言, 口出妄语, 辅于口中, 故而伸展, 游记恶言, 我们的嘴巴若用来劝人向善, 洋人善事, 便会积攒福报, 可若作为伤人的利器, 那便是造了无边罪孽, 最终只会害了自己, 以上这三种行为, 是罪为损人应得的, 我们务必要时刻铭记, 切不可为, 做人要行善, 行事要做善局, 天地有良知, 必有福报, 罪及应得之人, 有四种特征, 即便只具备其一, 那也是功德无量, 《道德经》告知我们万物复因而报养, 养的主荣显, 因得主福寿, 人若为善, 福虽未道, 祸以远离, 人若为恶, 祸虽未道, 福以远离, 万物皆是由阴阳构成, 孤阳不生, 独阴不长, 其一, 有阴德之人, 定然有极佳的悟性, 以及很高层次的认知, 所谓的德亦分阴阳, 常言道以德消百灾, 以德雅百货, 在因德的阐述中, 佛教以因果业理来解释, 有因必有果, 有果必有因, 而道教则用城府来阐释, 行善者必有其福, 为恶者必遭其祸, 其二, 有因德之人, 必须是有所参悟之人, 在道教信仰中, 因德是积给人的, 但却不为人所知, 因德的因, 就积在那儿, 别人也抢不走夺不去, 钱财越积越厚, 无处不在, 无处不由, 这无形中的福报, 甚是书胜且长远, 其三呢, 因德深厚之人身上, 散发着一种德光, 前世, 来世, 后世, 金能得善果, 亦可使自己的子孙后, 代德成福, 其四, 因德深厚之人, 不会计较一时之得失, 强大的善业, 和强大的罪业, 都能产生极大的果报, 实际上, 如今, 我们一切受用的现象, 皆为假象, 当你意识到, 财色名利等, 这些欲望, 皆是产生烦恼的根源, 你就不会再计较得失了, 比如一些有钱人, 造孽快, 反而灾难来的也多, 所有一切作用, 也是极空极甲极中, 现今的人, 将福报简单理解为钱财, 那是极大的错误, 修缮最为重要的是, 处于真诚, 且无所求, 因其名副其事, 是肉眼看不见的, 包括子孙满堂, 长寿, 健康, 安宁, 寿中正寝, 这才叫因德的福报, 积累因德, 不但能改变自身命运, 还能福责子孙, 愿世人心存善念, 多行善事, 多积福德。